他也親自跟我們證實說 這個並不是菲律賓的一個官方的一個立場 它也特別的一個說明 而且他們就 他們自己這個 已經跟媒體曾經說明 對非方的訊息的混淆 向我方致歉 那其實有關於這個菲律賓 他們這個昨天 就是他們的衛生部 當台灣列入進行名單的時候 我們昨天晚上其實有一波 已經做了說明 那我知道後來 大家有看到他們相關的 菲律賓的民航局的公告 先說一下我們昨天的這個說法 我們昨天下午的時候 是經過我們洽了 菲律賓的駐台的機構 那他們有跟我們做一個澄清 說其實這個並不是他們 菲律賓衛生部所做的決定 並不是他們的一個官方的一個立場 那這個東西 我們有昨天跟大家做了說明 報導也都全面出來了 那到了晚間的時候 我當然有看到這個菲律賓的這個民航局 他們是有一個這個公告 那因此也導致了這個 我們有航空公司被禁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菲律賓的這個衛生部 他是在昨天二月十號 他們自己片面決定了 他們說宣稱是因為 因應武漢疫情的發展 所以他們要決定對於中國香港澳門 這個實施旅遊禁令 並且他們認為是依據WHO的定義 依據一個中國的原則 也要將台灣納入 而且禁止這個飛籍人士來到台灣 這是菲律賓的衛生部做的這個決定 那昨天我們恰的時候的菲律賓的這個駐台 這個代表機構MACO 就是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他們的這個主席 這個Angelito Valliano大使 他也親自跟我們證實說 這個並不是菲律賓的一個官方的一個立場 他也特別的一個說明 而且他們就他們自己這個 已經跟媒體曾經說明 對於非方的訊息的混淆 向我方致歉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這個我們參與WHO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能夠參與WHO 或要參與WHO 就武漢疫情肺炎的專家會議 這是一小步 但是對台灣來講也是一大步 這個這一步我們踏出去 也是很不容易 但是這一小步我們人不滿意 我們還會持續努力 我們希望爭取到更多 那這個我們現在有爭取到了 一個實質的參與 我們的一個專家 現在是透過線上視訊的方式 來跟他們進行的閉門的會議更多 那至於名稱問題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 剛才跟大家提到了 名稱我們現在會爭取 還在跟WHO在持續的 在聯繫溝通當中 那因為主要是我們要看這個 這個會議它實質上發生的時候 的一個相關的情形 所以我們密切注意這個會議 它召開的這個情形 那這個我們在事實的時候 會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但相信我們對名稱 基本上我們也會非常的努力 來爭取對我國 當然是有利的一個名稱 來維護我們的專家 當然是要有尊嚴有平等的參與 所以相信外交部 以及我們所有的 還有衛福部 還有我們所有國家的 各相關部會的一個團隊 我們當然是基於維護 國家最高利益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 來積極爭取 那名稱確定了 我們等到會議的時間 真正舉行了以後 我們再適時的 對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謝謝